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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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全國三大 近期過關回大陸 隨時都會被檢查手機裡面的資料 進入境, 就算偏遠到上珠峰 一樣不能夠安心 一個姿勢、一張照片 以至是群組裡面的一個訊息 都可能令你被拘留 以致有麻煩 經歷反修例運動 香港人拿起回鄉卡 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呢 無奈前過期, 以後都不會再續 有時可能回去喝起茶, 吃東西 現在沒有了, 都不敢回去 問來大陸做什麼 他就在那邊找東西 避免了一些朋友傳過來的 關於示威的照片 好像有一張, 還沒避免 有一張, 他看了那張很久 看到沒事就放我走 簡直是一角兩機 對, 你的手機乾淨, 她又不相信你 其實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在額頭 坐著藍絲這樣回大陸 我只是不想跟內地有什麼… 有關連 我連微信也都掉了 我們是中國香港人 想是多了回深圳, 回大陸好 現在香港這麼混亂 朋友都不敢過來, 怎麼辦 每個星期都回來, 全部沒有檢查我 因為我良好市民, 為何他們會檢查我 我覺得是十分安全 中國大陸的 因為香港現在令我失去了自由 過關的時候是找了東西 還有最重要是看你有沒有手機 我沒有帶這個上網的手機去羅湖 即是入境內地的時候被人… 來的時候, 他就會放在他的電腦上 很快就把東西吸收了 我報了一些回大陸的團 以前一、兩個月都會去一次 現在都取消了 我想年輕人會多到抗拒大灣區 經過這件事之後 自由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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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剛剛過了的週末 觀塘以及荃灣葵青區 分別有大型犯修例遊行 遊行一度和平進行 但後來都出現示威者 和警方激烈衝突 示威者和警察的武力又再升級 兩天, 總共有超過80人被捕 同一時間, 有義務律師不言不休 尋找被捕人士下落 我覺得真的好像捉迷藏一樣 但警隊有無限之餘 義務律師團隊就要跟著他們 四圍去尋找 這個情況其實很不理想 收到一個FOS訊息之後 其實我們就和被捕人士 一起過了48小時 空間那48小時 是會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8月24日, 網民發起觀塘區遊行 爭取五大訴求之外 亦不滿政府在區內設置的智慧登柱 侵犯個人私隱 一、二、一、二、一、二 遊行到下午4時左右 有示威者鋸斷智慧登柱 又向警方防線訂責物 沒多久, 警方防部和速龍小隊 到場驅散, 拘捕幾名示威者 我們叫她何小姐 是反修例示威被捕求助熱線的義工 由6月中至今 何小姐幾乎每個週末 都會緊貼示威遊行的新聞直播 一直看著Live 有些被捕人士會直接對著鏡頭 去叫他們的名字 那些我們有時聽到的話 都會去幫忙 會問定一些 各位義務律師的那個 有可能性 我們就會有個列列 但知道哪些人是可以幫忙的 然後我們當一收到訊息的時候 然後就安排不同的人 去警署那裡幫忙 Michelle是義務律師 從6月開始就四出 為反修例示威被捕者 提供法律支援 我收到的指示 有超過20位人士被捕 需要法律支援 但今天就有個困難 因為港鐵以我理解是不開的 那的士呢 有些律師就坐的士 的士就不肯載他去 我就唯有自己開車上司 去然後跟警署 好, 早安, 到我出閘庭 Michelle之後轉去附近醫院 尋找受傷的被捕人士 就確認到有其中四位被捕人士 是現在是來了聯合醫院的 雖然我看到有些在醫院的被捕人 都挺傷的 但他們是沒有投訴的 而且我真的被捕人士 那是被捕人士 也是在沒有受傷的 就是他就剛受傷的 那是被捕人士 我們常有這些狀況 在短時間內找到被捕人給法律意見他 其實對被捕人是不利的 因為他們在恐懼的情況下 可能會做了一些或說了自己不利的事 所以我們都會盡快抽空見他們 被捕後接近二十多三十個小時 都是被他放在一個無冷氣 非常熱的停車場 Karen早前在參加完一次獲不反對通知書的活動之後 準備離開那時被捕 她跟我們透露在等律師那時 受到警方不合理對待 去到機樓室 我就不停要求我希望喝水 因為我很健康 她安排了三個小時 她都沒有安排 直至我被釋放的時候 她先遞了一杯水給我喝 但是是鹹的 我都不敢吞 我就立刻拖出來 其實很大機會就是廁所水 當晚警方把男女被捕者 分開去不同的機樓室 但Karen跟我們透露 有男警員 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 巡視女機樓室 其實我們去廁所是完全沒有遮掩的 偶爾有些男警員會走入被巡 而巡視之前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 因為機樓室其實也挺熱的環境 有一段時間我脫了上身衣 只是穿著內衣休息 其實都感覺到他們沒有尊重我們 任何人士如果對機樓期間的待遇 感到不滿的話 可以考慮向投訴警察課作出一個投訴 投訴警察課會以一個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的態度是作出一個調查 雖然警方多次強調 有機制處理投訴警察個案 但Michelle說被捕人士被拘留48小時內 甚少會即場向投訴警察課投訴 因為擔心被秋後算帳 有部分人因為未能識別警員身份 覺得無從追究 執行職務的警員 他們有系統地不出示威任證 制服上也沒有偏好 法律之前人人要平等 示威者如果破壞公物 他們會被拘捕 要面對審訊和法律的制裁 反過來,如果警員犯法 但他又能夠有系統地避過調查 繞過司法制度 那是否公義呢? 還能不能說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刀呢? 星期一,全愧青大遊行 警力明顯加強 更加首次有警員在驅趕行動中 用實彈向天開槍 當日有54人被捕 當中包括一名12歲男童 是反修例風波至今 年紀最小的被捕者 其實對於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就是你每次打電話給他的家人 其實我自己都很戰戰兢兢的 因為你要跟媽媽說 他的兒子被捕 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 電話另一端的媽媽的感受是怎樣 驚心動拍的週末過後 星期一試面,回復平靜 我現在在報警新界南部警告 有個被告人是昨天8時被拘捕的 剛才那時的通知 就說警方要跟他做一個陸警會議 隨著示威者抗爭手法不斷升級 Michelle說有人叫他 不要義務支援激進示威者 所有人可以有一個公開公正審訊的權利 我不希望因為有香港人 得不到適當的法律支援 而要蒙受不公義的後果 網絡時代哪一句消息才是真 8月12日有市民癱瘓機場 抗議警方懷疑射傷少女右眼 集會一度封傳 警方會以武力清場 機場會斷電,沒有網絡等等 有些訊息還說以Fact Check Fact Check的核心精神 是客觀查證,辨別真偽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 美國各大媒體為電視辯論內容 做事實驗證 令大眾通過這些經過核查的資訊 判斷候選人是否可靠和值得支持 這次逃犯條例修訂針議 有很多未經證實的消息 在網上和傳統媒體散播 好像7月14日沙田衝突 有警員報稱被人鉗斷手指 多間傳媒都引述警方 或者直接描述事件 網上也有人指出 鉗斷手指是CIA慣用的手段 無限聯想 後來有傳媒證實 是混亂期間有警員被咬斷手指 其實查核新聞虧時 當收到訊息、分享之前 不妨試試Cross Check 不同傳媒的新聞 看看有沒有標明來源 想回812的機場集會 假如機場真的斷網 各大傳媒還怎樣做直播呢 又或者問現場朋友拿一手資料 這些謠言就不公自破 近日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 關閉大批來自內地散播示威活動 不實言論的賬戶和頻道 Fact Check是為了對抗假新聞 如果被人濫用 等同信我就得不要問那麼多 很容易成為散播恐懼的推手 到時資訊真假難分 又怎樣再回歸理性討論呢 Fact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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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黨鐵的車長 我任職超過五年 平時的工作就是 開著列車接送乘客 之後去他們的目的地 我們是同事 一直以來都會替那位車長不值 不要高估車長的權力 我們是無權去清黑的 一定要經過 青衣控制中心授權 那天你看到在屯門站 那位車長下車之後 被一群街坊圍住 甚至乎其後有或有有馬 他們是被網上欺凌的 更加諷刺的是 公司事業後急不急出了一份新聞稿 就是說 沒有同事因為這件事而受處分 他所受到的精神壓力 被人圍著去問問題 這些會不會是另一種的無形處分 而公司是沒辦法幫到他的呢 我想每一位前線同事 覺得委屈的是 有很多公司管理層做的決定 但是管理層不需要承擔責任 反而是前線去承受很多乘客的不滿 我們本人都想給他解釋他們 但是公司有一條規矩就是說 未經許可 是不得對外去講一些我們的立場 這個說法就會令到我們 有什麼都不能解釋 人家又會覺得我們好像很多東西隱瞞 我們就會覺得做了一個磨心 很多前線同事都會覺得 公司在這次的處理 有些反應過敏 而時間偏偏就在內地孤媒發聲之後 你就去作出一個配合 很難令人沒有這個想像 港鐵公司就說 是想保障員工安全 事實是這樣嗎? 直接說 他用什麼為保障公眾及員工的安全 他在這個時候說這句話 似乎不是夠火 雖然說難聽過粗口的 很多同事都覺得 他好像在增加公眾及前線同事的怨恨 我們覺得有些過分配合 你一封站的同事 你同時之間出吉車去接觸警察 去一些示威現場 當作一個地底的壁士 這樣用 你們的中央廣播 經常說 什麼什麼警方要求 什麼賬標封閉 我們很多同事都會心想 你作為鐵路營運的公司 你是不是沒有專業判斷的呢? 你是不是只懂得聽警方 說什麼就要說什麼呢? 在元朗那個…我定義叫恐襲 之後我們有聯署 於是隨即就派了幾個高層 去不同的行車線 不同的部門 去召開一些所謂的溝通會議 有一位高層說他不騙殺警察 因為港鐵通車了幾十年 我們一直以來跟警方互相配合 我們有很多事都需要警方幫忙 如果我們譴責了他的話 我們的身分就會很尷尬 你一剛好那段時間 駕駛車的就會叫你 每人說一句類似這句話 就聽聽你的語氣、聽聽你的聲音 像不像 如果說像,那是你 當然他又沒有片又沒有照片 你可以不回應 但是既然染了你上去 你的路也不會好走 我們慶幸我們未開始 你會因為你的言論而去解僱 但是這件事坦白說 是否有慶幸的呢 我不認為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事 我覺得不只是白色恐怖那麼簡單 因為已經去到文革 我是一個國泰空者 我平時在機上的工作 就是照顧乘客的需要 嚴格來說 我其實是一個和理非的人 我儘量都不會做一些不合法的事 我覺得有價值 或者覺得很有意義的帖子 我都會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 現在連我一些很中性 很和平的信息 我都會扔出來 我也有機會被人捕我背脊 撿我的照片出來 然後告回公司 我覺得很恐怖 我是半夜三間夜蘭人證 開著臉書 然後我逐個貼文在審視 這個貼文還是這個貼文 我覺得很痛苦 我覺得連我自己的臉書 都捍衛不到 你憑什麼來逼我 不讓我做這些事 而去符合你的員工手質 那我一邊刪除 我一邊在哭 我哭著來刪除 我自己覺得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後來我發覺 我算了吧 其實全部貼文 我自己不如全部刪除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龍門會怎樣搬 究竟你出的錢 給我 要我賣完我的下班之後 我公余時間的言論自由 我會覺得很生氣 作為一個工會的領袖 其實他是代表著我們 還有考慮他的原因 是莫須有 不需要給原因 他就是製造的恐慌 我連工會主席 我都可以解僱 所以你們任何一個 都要和我收聲 就是我們有這個 很大的感受 還有其實他的臉書 是給所謂的朋友 也是截圖回公司去篤灰 我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是為什麼 香港今天去到 互相去篤背 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那你覺得 為什麼公司這次有這麼大的反應 主要是其實我們起飛之後 根本就已經是 在這個中國的領空上面 在中共來說可以控制到我們 因為他如果不讓我們 飛過去的領空 我們其實整間公司 什麼都做不到 變成我們好像被人抓住 那個痛腳那樣 你們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要做這樣 他今天改過員工守則這樣 明天改又這樣 他越改越 步步進逼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去到我自己的底線 其實本身就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其實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我都會考慮不做份工回家 照顧小朋友 有很多年輕的都會想著專工 因為覺得不值得為了一份工作 而沒有了言論自由 其實可能接下來 很多企業都會是這樣 好像一個浪潮一樣延續下去 因為如果公司的業務 是會被公共政府拿著一些把柄 或者拿著一些… 或者不是把柄 我們又沒有做錯什麼 只不過我們的行權 是會經過你的領空 然後我就要變成向你屈服 我覺得這樣你不會令到我們 我們愛國愛黨 你只會令到我們更加討厭你們 一期待會 我會有一次 Megane 你會有很多東西 我會記得…